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李家超頒布了委任狀 並且提到希望香港可以提高三個中心地位 究竟是關於什麼地位這麼緊張需要提升的呢? 稍後和大家慢慢說 另外就是關於有很多的黃人黑暴 他們都繼續在網上保持著他們抹黑的精神 例如上次, 李家超明明就是要香港這個國家 黃人就說成香港這個國家去抹黑 對於這次更加大件事 想去北京拿委任狀來說 黃人又繼續抹黑 甚至乎他們這次抹黑的主要對象是說李克強先生 所以井仔當然要做一些闢謠 去告訴大家究竟黃人他們抹黑李家超的說話 究竟是多沒有邏輯 他們說的說話究竟是多麼幼稚 另外第二則新聞就是關於林鄭月娥 發表了她任內最後一份抗疫報告 真是她任內最後一份 因爲6月30日的時候 大家計算一條數 七一她是員工 因爲5月尾這份 真是她最後的那份 等下都會去和大家看看 究竟林鄭的這份最後報告 她裏面所做的一些回顧回望 究竟有沒有去回望到一些香港政府 在抗疫期間失敗的漏洞呢 因爲這裏都可以直接開股定說少少先 因爲其實林鄭月娥的這份報告和回顧 在我眼中就是白事當紅事做 故意說些不說些 有很多市民的聲音 還未能夠在裏面清晰地表達 所以這份報告基本上都是 拿出來我以一個基層的角度去看 去告訴大家究竟我有些什麼令到我憤怒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樣地都有共鳴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喜歡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預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今集節目正式開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生 在今日在中南海的紫光國 向李家超頒發國務院令 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李克強發言時就表示 中央政府會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 並落實好中央對於特區全面管治權和愛國者治港 全力支持新任行政長官 以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令香港更加好可以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以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然後李克強也提及到 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廣泛團體 香港各界人士 積極回應社會的關切 以及不斷提升治理效能 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地位 亦要求做好防護疫情、解決民生的難點 輪到李家超發言時 他除了口罩發言 他表示獲頒法國務院令 任命他做行政長官 心感榮幸地定必全力以赴 並且不會辜負中央信任和市民的期望 將忠誠和堅毅帶領第六屆政府 按照基本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 在李克強向李家超頒發國務院令時 兩人是沒有握手的 合照大約8秒後 連其他人包括夏寶龍主任、韓正、國務委員蕭哲 以及李家超的夫人林麗禪一同合照 開始說一下黃人如何抹黑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進行得很官方、很正式 以及這些說話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根本上是沒有什麼挑剔的地方 但是有些黃人就會惡意解讀 為何李克強和李家超握手 是不是不喜歡香港 其實不是的 因為疫情問題 所以現在整個世界的禮貌模式都改變了 無論是其他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領導人交流 甚至是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例如籃球、足球、足企等活動 選手與選手之間 過往都會有些握手的環節 但現在全部都不同了 全部變成手搭碰手搭就算了 所以沒有握手這件事 就不需要過度去放大 不握手也代表了 國家是重視防疫的要求 另外有些人刻意攻擊 李家超就說 你為什麼脫口罩說話 脫口罩說話 不就是跟林鄭月娥一樣 雖然行為上是一模一樣 但是意義完全不同 因為當時林鄭開記者會 在現場 不是說她一個人對著鏡頭 和後面少少一兩個工作人員 是說當時林鄭開記者會的時候 是一個場地爆發記者 有五湖四海的記者在拍照 還有那些記者 你又沒有經過一個閉環式的管理 你是沒辦法確保每一個記者 是不是都是乾淨 甚至林鄭你本人 是不是百分百沒有中招 即是之前林鄭她 特地不戴口罩開記招的時候 當時有一天就說 原來同場的其中一個記者 是中了招的 她又出席過一個場合 整場人的記者 除了林鄭之外 每個人都戴口罩 究竟林鄭又需不需要送到旁邊呢 至於李家超她不戴口罩 她脫口罩去發言 這件事 是代表了她對國家的信心 因為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李家超上到北京的時候 全程是用一個閉環式的管理 是真的用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確保每一個出入的人 每一個的工作員工 甚至乎掃地的人 都要絕對沒有問題 過完檢測才可以進去幫忙 才可以去拍照 李家超脫下口罩 其實這就是代表信任 代表了知道國家的閉環式管理 真是一級班 所以才要去做這個動作 她做這個動作 不僅是讓人看她的樣子 知道能夠做特首深感榮幸的表情 亦是說對於中國防疫的絕對信任 但那些黃人又特意把李家超和林鄭月娥 拉在一起去說 想著兩個類鬥類 想著把她們拼牌 說成同一類人 拖下去 從而去質疑李家超她的能力 或者其他形象問題 好 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李克強是說 希望要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 貿易和航運這三大中心的地位 其實關於航運這件事 就是看香港政府 究竟何時去搞航空業的閉環式管理 就不要再搞自己香港獨立出來的那一套方式 之前也有很多報章說過 你可以學中國的閉環式管理 再不是就學澳門 反正它們都是同一套的做法 只要你走這一套 其實其他的國際航運公司 都會繼續選擇飛來香港去射貨 去做轉機 到時香港的航運業 便能夠繼續起飛 而不是說 因為疫情封鎖了 不管了 我繼續放在那裡就算了 有香港的地位繼續爛 繼續跌下去 反正一個月之後收工 另外 貿易地位這件事 其實就跟航運息息相關 如果航運做好 配合起來 再配合香港本身的低稅率優惠的話 只要你航運做得好 其實你貿易其他東西 都會回來自自然然 便水到渠成 另外關於國際金融這方面 其實是因為會預計到 未來香港會有很大的風波 例如說 俄乎戰爭這件事 沒有人能夠預計到 再加上今時今刻 美股大跌 香港股市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甚至乎 現在其實都是在2萬點 和1萬9千點當中徘徊 還有美國的通脹 它的股市崩盤 其實都已經影響了香港的股市 再加上美國繼續通脹下去的話 如果他們再選擇加息 香港又是所有的股市 都會一起繼續跌下去 這些是能夠預測到的近況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 是未發生 但大家會覺得 很有機會發生的事 因為大家要知道 未來的中國和美國 其實大家的雙方之間的態度 你不會說 好像以前那樣 如膠齒漆 又說 You are my friend 我們是好朋友的 不會 因為由你美國選擇 去制裁我們香港的官員 雖然制裁那個 有些人覺得制裁得好 不要理會 總之 你動得香港的官員 就代表你不給中國面子 而且直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打算去解凍 解制裁的跡象的話 所以未來中美的關係 就一定變得越來越差 到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人一定最慘 因為中美發生什麼衝突 我們香港就是夾心餅 我們就會做磨心 我們一定會被人開刀 不是說會有什麼飛彈大炮射過來 而是說 透過香港這麼特殊的金融地位 你可以用很多金融的手段去打壓 透過傷害香港間接去傷害中國 好像美元武器化這件事 就已經在俄羅斯身上體會到 但是俄羅斯是說 它背後有更多的天然資源 有石油 有天然氣 有黃金 有很多貴金屬 才可以捱得過這一波 但是香港有什麼 香港基本上沒有 就是垃圾多 黃絲多 賤人多 如果黃絲美國要的話 就全都送給你 好了 先說回正經事 所以香港一旦被美國進行針對性的制裁 是說香港隨時連國際金融地位都會不保 還有未來五年會變成沒人知道 究竟在這五年中間會不會收回台灣呢? 當然絕大部分的學者都是說 收回也好 都不會說什麼飛機大炮 但是就算是用一個和平的方式去收回也好 大家都會預計到當中的過程沒有那麼順利 肯定 就算台灣不做任何的事情都好 但美國都會做一些垂死掙扎 跌落地拿回炸沙的情況之下 他們不用飛機大炮 唯有用一些經濟法律 到最後會針對誰呢? 就是針對香港去制裁 所以到最後 香港是絕大部分 即是很大機會會遭殃 既然已知道未來五年是風起雲湧的五年 所以為什麼要提升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定要站穩 因為現在不僅要站穩 還要站得夠大 是要大到不能倒那一隻 總之是希望自己很大很大 你試試夠膽碰我 我不碰你也不碰 我把其他西方國家經濟一起落水 但如果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不保 只要局限於亞洲地區 美國恨不得整死香港 到時又可以順便弄死泰國、越南 還有其他那些地方 但相反 如果香港站得夠硬的話 到時便攬炒 連同美國經濟一起攬炒 你英國、德國等 北約國家經濟一起攬炒 到時便可以看看美國究竟夠不夠膽 連同其他民有國家的經濟一起落水 所以香港的首要目標 除了我們的住房問題之外 由一個宏觀的國際角度看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地位 否則很容易會繼續被人欺負 另外有些人曲解了李克強的說話 李克強沒有說過動態清零 是不是香港放棄了 是不是和習主席的說話不一樣 是不是反啊反啊 其實李克強是有說過 剛才我也有複術出來 就是要去處理好疫情的問題 還有 如果你要去抹黑一個人 你可以去雞蛋裡面挑骨頭 就是說 但凡他沒有說過什麼 就說這件事沒有了 就說這件事他不同意 如果你這樣去上綱上線的話 其實任何人的說話 你都可以在裡面挑骨頭 可以去抹黑他 因為香港要去處理的問題 老實說如果逐樣逐樣拿出來說的話 就這樣說三四天 說七十多個小時都說不完 還有在就職頒布這些場合裡 是否需要以論文方式去說整個小時 究竟要香港處理些什麼呢 就是香港人 香港的領導人 絕對不是一個弱能人士 你最重要就是強調回大方向 至於具體怎樣執行的 當然就是由特首自己去想怎樣去做 所以李克強沒有說的話 不是代表不用做的 難道媽媽叫你吃飯 那你全餐飯就只吃飯 雞、叉燒不吃 水又不喝 湯又不喝 所以這些又是傳統的黃媒 黃人想著去抹黑的地方 甚至乎他們希望透過自己 這麼幼亂的邏輯 希望可以挑動到 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不過太天真了 即是國家絕對不會 那麼容易被這些 那麼無聊的言語所影響到 然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林鄭最後一份抗疫報告 林鄭在報告中表示 經歷了3月初的京圖蟹浪 去到4月的漸路曝光 再次踏入5月 第五波的疫情明顯受到控制 每日的陽性檢測個案 徘徊在200至300單左右 儘管如此 為了與內地通關創造條件 特區政府依然堅守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策略 在這裏插開一點點說 拜託 通關這兩隻字不要經常說出來 有些說話 例如說 我愛你這三隻字 我對著鏡頭說 我當然沒有負擔 但是如果你對著自己 一個答堂的人去說 其實這三隻字 是一個很重 未必人人都可以說得出口的字 但是就麻煩 通關這兩隻字 其實在我們市民心目中 都是很有份量的詞語 真的不要經常說 說chip這個字 一些你做不到的 或者根本沒有實現的事情 不要經常說 或者留給下一個 有能力實現的人去說 好嗎 而且通關這件事 每次一提的時候 就是下一波爆發的時候出現 十二月中的時候 不停又說通關 立法會投完票就通了 立法會未投票的時候 都準備通了 結果說多兩說 就爆過第五波出來 就爆到每天五萬單 對不對 所以通關這兩隻字 我希望交由李家超去說 去跟大家做出一些承諾 好了 繼續說一下 林鄭亦都說 全力去做好 減少死亡 減少重症 減少感染的工作 同時 亦都會推動全港市民 按時接種合適劑次的新冠疫苗 加強整體的防護屏障 令到整個社會 可以走上更廣闊的復常之路 穩步前衡 他亦都說 香港能夠走上復常之路 必須要深懷感恩 感謝中央及及時的支援 和市民的同心協力 今次是他作為行政長官 所發布的第28份 亦都是最後一份按月的抗疫報告 祝願香港繼續在這條 得來不易的復常之路 就穩步前衡 早日有秩序 可以回復跨境人員的正常來往 重振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其實說起林鄭的祝福 我想起2月1日的時候 即是年初一 特首好像是上了寶蓮子 敲鐘 然後又說 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點點點 可以贏 可以勝 結果有些人 真的是明燈 好像蕭若元 或者是古壇的沈大師 他說東你買西 包括你可以買房子 坐山 背山面海也沒有問題 林鄭在祝福大家的時候 令到我這個有少許迷信的人 都有點害怕 有些事情都不知道是科學還是迷信 因為當一件事 經常發生再發生的時候 可能已經不涉及原學問題 是牽涉到統計學的問題 好像秋冠效應 每逢秋冠的舊氣又重播的時候 香港股市 世界股市一定會倒閉 這些只是用來搞笑而已 好了 先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林鄭的那份報告 其實我自己看報章所寫 是沒有提及過2月的 而這件事也是最令到我 普遍不滿的地方 因為疫情來說 其實是1月底和2月頭 是香港人生活得最慘最慘最慘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我做完神早新聞之後 我就負責去買菜 我知道了 我自己是很深刻的 由新年之後 基本上物價 菜價30多元斤 就是在2月底的這段時間 還有1月底 就開始封鎖所有的餐廳 食肥 令到香港人沒得過一個好年 亦都令到有很多香港很多行業 是沒有辦法去發一個年尾財 其實對於這種民怨四起的日子 就完全沒有提及過 還有真正導致第五波爆發的原因 相信是來自農曆新年期間所引起的 例如說 為何年初二的時候 大家可以拜車公廟 為何你不封鎖 結果就令到新界區開始爆發 還有農曆新年年初1、2、3 就已經錯失了一個最好用來做全民檢測的時間 而且也是因為2月開始爆發到周圍 然後到3月、4月便便結束 所以現在特首主要去講3月和4月 其實作為一個一般市民的感覺 會覺得有些是白事當紅事去做 那種感覺就是 我不會告訴你 究竟為何這件事會爆發到這樣 究竟是誰做錯事令到這件事爆發成這樣 總之我現在告訴你 這件事爆發到很嚴重 去到一個很差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如何齊心眾志成城 一起去救火 一起去拯救大家 於水深火熱之中 看看整件事多麼正面樂觀 但是對於最初哪一個導致事情惡化 還有 都不要說那9000條命如何交代 只是去說一下 為何急症室會有這麼多爆煲的表現 因為當初無論是我也好 還是其他前輩也好 大家都分別收到不同的消息 或者是不同的朋友去爆料 就是說 咦似乎急症室爆煲 有這麼多長者被迫睡在戶外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不是單純有很多病人消化不了 當中好像牽涉到更多的內幕 那為何這些事在林鄭最後一份報告 你又不去提及呢 其實這些才是最根源需要去解決的地方 因為當你不去解決的 我不管之後是新冠疫情也好 還是那個什麼猴鬥也好 到時再爆下去的 你不去解決爆煲的問題的話 到時是不是個個入院之前 都要買好帳篷去自備睡街呢 這些結構性問題 你不說你不解決的 到最後誰受罪呢 就是我和你 就是我和各位觀眾 不過看看會不會每個人都像井仔一樣 是紮男來的 兩點一線 又不會接觸其他人 那就可以在第五第六波能夠幸免 還有 為何又不去 在這份最後的報告裡面 去告訴大家 究竟哪一位醫學專家 曾經在疫情出現的時候 做過什麼貢獻呢 還是就是所謂的醫學專家 只不過是一群圍埋的三姑六婆 在這裡大家分享一下意見 就像大家平時在街上 見到一些人發生爭執呀 衝突呀 大家就會圍著去看呀 圍著去拍照 那樣 只不過這次能夠圍埋在 三姑六婆講意見的人 是需要有醫生資格的意思 但實際上 我不知道啦 解決這件事上來 他們說的意見 其實就是跟街邊七嘴八舌的三姑六婆一樣 但是 你叫他真的去解決的話 原來要負責嗎 不是啦 先走了 下次再玩啦 就像梁卓偉那樣 他的數學模型錯了 那會不會有數學家計算錯了 其實他整個模型根本倒了 根本就是錯了 有沒有拿回論文出來去研究一下 有沒有去檢討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失誤的地方 沒有說過的 就像這三姑六婆跟你說的 這傢伙呀 他呀 兩個月之後 肯定都沒有工作的啦 他呀 不曉得運工的 這些說話很容易猜的 我隨便去評論一個人 我猜他兩個月之後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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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都做不起了 去打擊別人 去散播恐懼 去打尋人用什麼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負責任 好像我在這裡跟各位說話都好 其實我也要對各位觀眾負責任 我也要知道 究竟什麼說話應該說 什麼說話是有機會影響到其他人 說的時候就要謹慎一點 但是醫學專家都不用了 遲些都去馬會幫忙 積極去找那些專心去幫馬會鋪草那些人錢 還有因為第五波疫情所衍生的 眾多損失 眾多的傷痛 為什麼不去提呢 是不是真的不說 就當沒了回事呢 例如說因為第五波疫情而導致破產的人 不會說因為政府你不提這件事 就可以令到他在第五波的損失 會不見了 或者他的錢可以回來了 相反一班在第五波疫情受到影響的人 就是會因為政府不再提 結果他們就成為了社會被遺棄的一群 那到時究竟是誰可以給到一個交代 這班利益受損的人呢 雖然有些說話 其實我現在這樣說是有些風險 又或者可能會得罪其他正常的KOL 不過還是繼續說 其實有什麼理由第五波疫情 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而是不去追究責任的呢 是不是 就好像以前我做護士的時候 我看到別人剪錯了別人的喉 這樣 是啊 病人最後沒事的 其他人幫他收拾完首尾之後 病人完全沒有不妥也好 最後剪錯線那個人 剪錯管那個人 又是又要寫報告 害怕到整個人都哭了 是不是 有什麼理由 這次疫情暴露了這麼多社會的弊端 然後去到現在 貌似去到最後的時候 對於一個職責的追究 責任的追究是完全沒有 有這麼多人失業 有這麼多人破產 甚至乎有很多人中了招之後的後遺症 居然完全不提 就是跟大家說 我們3、4月的時候 如何眾志成城 大家守望相撞 我們終於搞定了 耶! 是不是在說後面的事 真的一點都不需要提呢 就好像專業人士 他們有排 他們說一個月可能拿5、6萬 甚至乎8萬 10萬元人工的 他們都要為自己的專業行為出錯 而負責 即是簽了個名的 有時候錯了 就要去坐牢 但是為何第五波疫情這麼大件事 居然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負責任 即是就算好像是說之前的沿水事件 不要管裡面有沒有什麼內幕 最後都找了一個有份簽名的水喉公 接近了件事 也叫做有個基層人士吃了這件事 也叫做整了個交代出來 這件事是否最起碼都要拿回幾十個 不要說高級 不要說中級公務員 低級公務員交代一下 我不相信 這麼多公務員 真的沒有公務員 是說不會浪高的電話 而不聽電話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這件事過了去就算了 如果這件事過了去就算 可以蒙運過關的話 事情再發生 到最後受到遭殃的都是我們 因為我相信我和各位觀眾都是長命百歲 大家未來至少有四十幾年要住在香港 如果任何的公職人員 哪怕他是高職位也好 低職位也好 犯錯也不需要負責任 那又怎樣可以符合到李克強先生 對於李家超的一些要求 怎樣去振興民生 怎樣去繼續令到香港發光發熱 以及洪門燕來說 隨英偉都下馬 隨英偉是說他不守規矩 他去過宴會 然後可能會有人中招 用這條底線去說 如果隨英偉要下馬的話 究竟香港要有多少官員 是需要事後被追究 還有 只是去過飲宴都要下馬 如果真的令到有人中招 有人感染 有人有後遺症 甚至乎 因為蔓延了令到有人失救 那是否要有高級中級 和低層公務員 需要入去坐牢呢 按照隨英偉這個標準去看的話 我覺得赤柱需要擴建一下 要開一個專門為公務員而成立的 或者去為醫管局 一些醫護人員所成立的監倉 我想一再強調的就是 無論你將事情說得多正面 多樂觀 無用 作為一個還需要繼續在香港生活的人 我需要知道究竟香港哪一個部分出了錯 以及哪一個人需要負責任 然後再跟我說 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以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以及令到其他人能夠意識到問題所在 一旦不好採取出現的時候 都可以第一時間去彌補 而不是跟我說 最後去天台BBQ整個結局 即是我不需要這些無謂 對於整個社會沒有實際推動的正能量 即是我是需要一份完整的報告 讓我知道 我下次怎樣可以去保護自己 不過 尚述眾多的分析 我夠膽擔保 大家在其他絕大多數的正常人頻道 未必聽到 至於原因是什麼 大家心照 好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好